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盤氏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蔡凤胜老师 好的 感谢明乐 各位这个底标下得不错 叫做电子股回神 其实这个盤氏一直到昨天 17000 428点 其实没有什么肋股失神过 也没有失魂落魄过 就是一个题材的轮动 那市场的一个大户 他今天去吹捧船产 就是船产这个怎样 火车头 对不对 电子休息 那船产爆量之后 就换到电子股的一个什么 一个强势表态 为什么 因为真的体质好 真的赚那么多钱 你说他们的股价 弱势的到底在哪里 创新高做一个拉回 也是合情合理 但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昨天的盤 因为蔡老师不在 因为昨天蔡老师不是跟你告假吗 我说我昨天下午 要去高雄市政府捐赠本公司 第六台富康巴士 你刚刚看了很多新闻报导 就是蔡老师的证据 我没办法照顾你 因为高雄市的富康巴士 需要蔡老师去作证 各位你知道吗 那你就看到其他盘后的节目 因为昨天是开高走低 报大量6466亿 蔡老师讲的东西完全都出现了 首先在整个大盘震荡的时刻 我跟你讲打神兽卡16000 我就告诉你这一波看到17400点 昨天来到了还没完 我说每天4300亿 就有人在讲说是历史天亮 历史天亮 我说那后面6000亿怎么办 昨天真的来到6466亿 各位所有的预测都讲在前面 但是昨天的盘市 很多之前看空的又高兴了 你看爆量走跌这个大盘死定了 对真的死定了 什么死定了 从8000点一路看空的人 到现阶段还在痴迷不悔 还在怎么样 持续的什么死定了 盘市这么好做还搞不清楚方向 这简直是不是专业的问题 那已经是主观的什么劣根性了 就是觉得这个 这个怎么一直开大 我就偏偏压小 结果下一把又是大 所以怎么办 找最专业的老师来帮你吧 这个大盘后面精彩可奇 因为有剧本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还不相信盘市有剧本 等一下大盘尾盘 拉200点给你收盘 来各位 忠心祝福你跟你的家人 怎样 平安健康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师的节目 很抱歉 昨天告假一天 盘中也没办法帮你 然后盘后一点半的重播 礼拜三的 晚上的我也没办法帮你 但是下礼拜一的 我今天一早又传给制作单位 这一档个股又开始大涨了 所以我才会搞不清楚说 你为什么那么的看衰 自己国家的台湾股市 有理由吗 所有的理由就是不服气 怎么涨那么多 怎么一直涨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看蔡老师的节目心平气和 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健康才是财富 股市这种东西 把它当游戏就好 各位你知道 盘面传达的讯息 你看不懂 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也要略知一二 好不好 台股的未来 未来的台股 你看见了吗 我有在废话吗 讲了超过13个月了 今天是不是4月23 注意看 去年109年3月23号讲的 今天4月23号是不是超过13个月了 谁跟我讲跌盘头做空崩跌崩盘 有吗 这个字 是不是涨 刚刚跟你讲说尾盘要涨200点 好像会被蔡老师蒙对了 导播辛苦一下 看看今天 听说昨天跌105点就有人说大盘要崩盘 笑掉大牙 真的是一塌糊涂 专业能力何在 不要再听一大堆讲故事节目的人 都在盘后装神弄鬼 见掌缩掌 间谍缩跌 各位是不是 今天大盘真的涨200点 17300 各位 昨天 大盘涨226 然后开始在怎样 修理 当冲客 还有一些特定 因为这次不像样 很多市场大户 还在用融资 最后几盘在拉股票 全部被控盘手抓到 全部修理他们 各个县市都有 我不用点名 各位 所以昨天最低跌135点 尾盘跌105点 收在17096 市场谣言四起 要崩盘 尤其蔡老师没在 这三更 提前讲17000 量能6000亿 全部都出现了 结果今天 他还去捐赠富康巴士 各位为什么 就是 就是按照我的剧本在 在上演 各位 下一个章节 我也知道要 叫哪个王朝马汉张龙少虎 出来窜潮 我很清楚 所以有什么难 各位 所以你来看看昨天 你看 昨天的震荡 不是跟四月中一样 四月中蔡老师 都已经跟你讲上了 昨天的震荡 有什么难 来 转强点多少 17030 加17096 对不对 开盘跟收盘 虚体的都不用管 那都假的 最高价最低价 没有人在抓那个的 知不知道 多少 17199 换句话说 今天的大盘站上 17200就攻击 懂不懂 来 所以昨天 4月22号 好日子 澎湖花火节 澎湖十几年 蔡老师昨天捐完 高雄市富康巴士 下一站 五月份 五月底 就是去澎湖 也是要去欣赏花火节 礼拜四 昨天礼拜四 对不对 好不好 你说老师 我很怕 昨天大盘跟 澎湖花火节 像昙花一现 忘了告诉你 好像这个花火节 一个礼拜三天 还昙花一现 十年开一次花 是不是 各位 来 昨天外资有没有卖 没卖 奇怪 你是在金镜仙 金镜仙 各位 投信有没有卖 你说自营商 自营商他前天就卖 跟昨天没关系 因为自营商都追涨追铁 有时候ETF要黑局 要套利 要避险 都会这么干 所以不用管他 看今天 来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你说台湾股市开高走低 今天早上美国股市 因为拜登说要付人税 增是13.4% 美国股市有崩跌吗 没有 只不过跌升一点 而已 因为市场上的钱 那么多怎么会崩跌 各位你到底 现阶段懂了没有 如果盘市有出现了 恶性循环 跟整个买气的疲态 我会事先跟你讲 你绰绰有余 从容的撤退就好 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看其他 不入流 不够专业的节目的解盘 会吓死自己 各位你知道吗 今天4月23 盘中已经 已经来到17253 我刚刚已经说过17199嘛 尾盘拉到最高 合情合理吧 如果礼拜一给你压下来 你会怕吗 好笑 各位 产业悬股怎样 是不是获利必然 产业悬股怎样 是不是正面迎战 那你说老师那怕的人到底怎样 很简单对白的嘛 这支股票快来翻红了 快来 去三趴快来 我要穿起来 要融资买进 要探两趴 怎么办 这个只有郑王的命 做股票如果一天掉完 这样当冲 我还怀疑你是证券商的一个大股东 你看当初台股的量不够 六七百亿的时候 政策面 说鼓励当冲手续会减半合情合理 对不对 不然证券商的音乐也都没头脑了吗 现阶段四五千亿 还再没有取消 我就觉得好笑 你看这面多积极 这个大盘上面还要看到多少点 自己去想 各位 反正一切按照剧本发展 故事才刚刚开始 各位有没有 别忘了已经在太空时代 地球已经回不去了 各位是不是 你还要回地球 宇宙中是没有天花板的 我有在跟你预测高点吗 你说老师那你这一次怎么这么神奇 一万七千四 这个已经跟你讲了一个多月了 这个以结构来说 现行抓一抓 其实我自读课的成绩还真不错 每一次这个高中 大概都96分98分 蔡老师比较实事求是 所以对于这些技术面 我熟得不得了 但是我知道技术面熟不能当饭吃 他只是决定股价的一个变数中的一百分之一而已 你还有一百分之九十九你要了解 但是你如果懂产业那么的话 你起码懂了股票的变数中的一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五分之三你都懂了 剩下五分之二跳梁小丑而已 影响不了大格局 各位那先生你知道了没 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 一定要跟蔡老师旁边做产业选股 因为才可以抗拒你投资的恐惧 那是仙丹妙药 各位知不知道 所以你看看从去年十一月九号 一三一四九 今天一七三零零四千两百点 我们都已经征服了火 现在你还跟我讲说老师飞不飞得上去 不过我也觉得马斯克很好笑 每次他的那个星链计划中的太空梭爆炸 他都笑一笑 对不对 他是不是也适合去澎湖看烟火火花节 他喜欢看爆炸 那也不用花那么多钱 各位是不是 所以地球上完产业能营 来到宇宙是不是转个不停 台股未来有黄金九十三个月 涨到哪里 你会害怕 六千四百亿叫高亮 叫爆亮 等着创新高吧 各位 投资成果就是认知的变现 认同了吧各位 台积电 蔡老师写出来的时候六百 来各位台积电 我昨天看到这个内航人的一个资料 对岸 中国大陆在打压我们的台积电 但是他每一次都说中国台积电 不然就加个中国台湾台积电 说实在的 如果真的有台积电的话 他怎么会去刻意的贬低台积电 各位你懂意思吗 所以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 亲情可言 好的时候就利用你 坏的时候就把你贬成了 所以跟政治人物也是一样 各位 所以你看看台积电 今天逆势往上拉 你要不要说护国神山 张忠谋先生大事论坛有讲 还有一个护国神山吗 很难 人家用了三十几年的青春跟经历 塑造出台湾不可撼动的一个什么 金片帝国 你还跟我讲说要用什么 什么舰队 吃人说梦 所以蔡老师从来都不去看那一些 同业这个吃人说梦话 空口说白话的节目 一天再晚再造梦 竹梦要踏实 各位知不知道 因为联电今天率先过高 所以台积电今天我盘中都已经跟你解了 他就拉到最高602 有没有拉到602 导播辛苦一下2330 给大家看一下 是喔 来你看看 昨天外资有卖台股吗 没有 来买29亿来联电 买超 六万七千张 投信 质疑商是不是卖台股59亿 又买联电 不就是说好了吗 我跟你讲的东西都有评有据 绝对不会给你吹牛说 我认识这公司的高层 你赶快来买就好 不要再去听名牌了 各位我也不鼓励你做当冲 做股票老实一点 叫做老实念佛本分投资 各位你知不知道吗 不然你一个心甲刺 你就请家荡产 我从来不知道 空 人家说的空手道 就是说做五本生意 能够走得多长远 投机分子 讲一大堆什么当冲笑掉大牙 来各位 联发科 今天是收最高1020 明天再涨15块 没有明天礼拜六 明天可以去爬山 但是要带雨具有可能要下雨 全台湾都要下雨了 下礼拜一再来创新高好不好 为什么 季报啊为什么 联电营收也新高 台积电也新高 联发科也新高 你告诉我这个盘要跌去哪里 来 矽晶元 就跟你讲我指明了中美金就是关键 其他不用多说了 各位你看中美金领先这个大盘走强 你还跟我讲说电子股不会涨 就选股的问题 4月21 礼拜三 206.5 昨天拉回来又怎样 创高 你看法人的心态跟我的心态一模一样 创高我们才在卖 压低我们在进货 所以你看今天的中美金涨得强不强 还没完 我一直跟你讲说这一波外资法人所定两支 一个是上跪的中美金 另外一支是什么 星星 ABF 因为他们知道ABF的季报会很不得了 所以你看昨天 星星最高虽然来到947 但是压回来 对不对 因为大盘震荡快400点 星星买进 是不是有贫有据 今天星星最高943收盘 好像942 导播不好意思 3037星星给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Live的节目 总是没办法尽善尽美 对 涨了3块4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这太多的东西也没办法一下子跟你讲完 包括什么 包括红基 各位是不是 你看 这整个的一个什么 一个运作 你看看红基 来 今天4月23 你看昨天 这样跌下来 有没有爆量 根本没爆量 筹码控制得非常好 一档300多亿的股票 竟然有办法控制成这样 又不像其他的传产股 传产股 10年第一次的这样的大拖头 因为 因为市场上都在做宽松货币 所以钱不是钱 各位你知道吗 都涌入股市 所以你认为10年前套牢的大股东 会不会拿出来卖 这就是昨天爆量的原因之一 各位 所以说未来的事 不用害怕 有蔡老师在这里帮你 安定你的心 YouTube Lite TG网站 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去看 全市场唯一能够领先告诉你的 所以蔡老师才会跟各位说 直接手机拿起来 YouTube加一加一劳永逸 因为未来还要走93个月的多头 还很久 跟在最可信任的一个什么 分析师最专业的老师旁边 好不好 其他的待就不 跟随看得见未来的人 你才能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不要盲目了 投资人的多宝格 下礼拜要买什么 我们早就都算出来了 跑跑跑 持续的创新高 做对的事情永远都是好时机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庆祝母亲节 蔡老师释出最大的诚意 给全球投资人最大的温暖 希望你赶快跟上来 这种盘式波动这么大 你只有散户的守护者 蔡老师一言心帮 真正能够帮到你 各位懂了吗 所以六字大名咒念一遍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 操作股票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乐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就请蔡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心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哈喽 感谢明乐 其实我一直觉得 真正台湾股市要大涨 就是台湾股市交易的时刻 全台湾各地 都在下大雨 所以说这种讯号 什么时候会出现 搞不好下礼拜一二 最好是弄在礼拜一 如果下礼拜一这样子 下大雨 正好台股在交易 正好涨个五百点 因为台湾缺水 连国外都知道 特董 一次就 如果一千 一万七千三 再加五百点 不是一万七千八 赶快脱离你们的苦难 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纠结 不怕万一 然后只怕一万 都看不起万一 现在都已经多涨六千点 来到一万七了 现在又看不起一万七 各位啊 真神神吧 直接来到产业选股就好 其他不用去管 各位 蔡老师的祝福永远不会啊 省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每天的节目 包括盘中 包括盘后 那昨天很抱歉 昨天的证据 我也带来现场 来各位 这昨天 4月22号 澎湖花火节 蔡老师捐赠高雄市的 富康八市 昨天下午赶去高雄 对不对 这个市长的这个主任 办公室主任 这个港务大队的总队长 这个是交通局副局长 看来蔡老师也可以当政治人物 过目不忘 名片杀出来 我都背起来 这样就对了 从来都不会敬错酒 怎么又聊到敬酒 各位 你看钥匙 对不对 模型 这个是额外捐给高雄市社会局的急难救助 10万块 这是两个礼拜前 你看我捐给台中市 一样 对不对 这是第五台 各位你来看看 这台中市的社会局 这个彭教授 你看最早的时候 我们新北市是2019年12月19号 这是我们第一台 第二台是捐给蔡老师的家乡台南市 2020年3月16 第三台是去年9月17 捐给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出来 接受 然后去年11月16号捐赠桃园市 桃园市的大家长 郑文燦先生接受 所以我昨天非常的高兴 就如同昨天台股再创历史新高一样 昨天是蔡老师 17个月内完成六都捐赠的拼图 最后一站 感恩之旅第六站 就是高雄市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 股市的东西 你要胸有成竹 像这些所谓的人家今天的报导 我就觉得很误导大众 说什么做当冲的都赚钱 我会觉得 如果你是营业员的话 做当冲有可能赚钱 你手上什么大单都知道 你会插队 当然讲这些 我也不好意思挡人家财路 但是如果你不是营业员的话 你有办法做当冲都赚钱 赞好不好 赶快出来捐钱 因为你赚钱那么容易 来来来捐捐捐 全台湾投信投顾 只有蔡老师在捐 各位什么叫赚钱 省省吧 听不下去了 各位 老虎不用去关心猫咪的世界 各位对不对 战胜恐惧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产业选股 我再跟你强调 我这个节目负有教育的使命 台湾股市还有很长的多头 你一步错就步步错 所以不要去看不起台股 未来会涨到吓死你 各位 所以说你来看看 包括传产股 我只挑出来 你就只看华航跟长龙航 其他不用说了 因为我知道航运三雄 要看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看的是季报 但是因为筹码很乱 所以能够拉到多少 我也不清楚 但是你个人要知道 你看我们从来不去追高的 你看像华夏 昨天创新高475 你看蔡老师什么时候推荐的 351 3月29 这才有可能去买 我们怎么有可能会去追高 当然找别资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去说 这当冲 自财要涨2% 我们赚里面1% 哇 心惊胆跳 你为了这1% 你丢1000万下去 错的话不是赔7、8%吗 各位 台波 昨天也新高 各位是不是 什么时候讲的19块8 昨天 30.85 这些也有利润 各位是不是涨5成了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所有证据 包括阵容昨天也新高45.25 来阵容什么时候讲的 32.15 各位你的老师绝对都拿不出这种证据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 你看我的节目很轻松 因为都可以验证 绝对不会跟你吹牛 说50块涨到100块 你可以赚 一张赚5万 1000张你就可以赚5000万 各位 这样你认同吗 你当然不会认同 所以要实事求是 Youtube Lite TG网站去看看 蔡老师怎么带领你发财的 Youtube直接加一加 蔡老师也邀请你 下礼拜投资人的多宝格 我们早就研究出来了 你一定要开盘前 就已经准备好 接收蔡老师的讯息 下礼拜的股票要来买什么 讯息指令会下达给你 所以各位好好利用 庆祝母亲节 蔡老师给全球的投资大众 你们最棒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鼓励 给你们最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温暖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乐 感谢来宾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本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省现评估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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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